感谢以下粉丝的点赞和赞赏,非常感谢 好,看这个人开的房间,炮王喜哥来了也不行 那么作为喜哥的老友,我们进来玩一下对吧 他开了一个地图叫做攻击以防御 这张地图是一个2v2的地图 他们两个人估计是开黑一伙的对吧 他说炮王喜哥来了也不行 这个地图比较靠法国对炮,所以说他是炮王 然后我们一进来先把视野跑开对吧 这个蛋蛋色是我的队友,这个队友我也不认识他是个路人 感觉打得也不错 然后在后面有两个油田,我们一能站一个 这个房主一出来选一个位置,他们要选这个左边 为什么选左边呢?因为左边有一点点优势 就是那个巨炮啊,他造出来他不用掉头对吧 我们这个右边等下造个巨炮出来要掉个头 所以说这个地方没有那边位置好啊 但是不要慌对吧?他说他是炮王喜哥来了也不行 然后我的队友开局造了很多动员兵啊,造了很多动员兵压过去了 然后他造飞行兵,我们也造飞行兵啊,用飞行兵打他的飞行兵 这个地图如果你的大炮没有队营的话就很吃亏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炮一定要操作好对吧 我先造两个框厂,你看他,他是先补个电厂的 我们等一下补电厂,这个大炮放出来没有电没关系 因为他的大炮已经放得很远打不到我 所以说我们先造个框厂再补电厂 反正这个大炮谁也打不到对吧 等第二个大炮再决一胜负 然后我就准备把兵营照过来啊 你看我的队友还知道帮我打下这个树对吧 我给了他一个信标叫他把这个树打开 打开以后我的巨炮就可以延伸过来了 然后他的大炮好了,看到没有,大炮好了 先用飞行面过来助攻一下 然后我的大炮要掉个头,你看到没有 就是掉个头,他先开一炮 这样大炮就换掉了 本来我的大炮不飞死的对吧 他那个地方大炮又不需要掉头 然后我发现他的防空是残血的 赶快换掉他,换掉防空,看到没有 换掉防空,他没有防空了 然后就打这个法国的矿厂 结果这个法国的还卖掉了一个矿厂 你看,我就没有看懂 你这个炮王还卖掉一个矿厂 这下你没有矿厂的,你要重新补矿厂 趁他补矿厂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个大炮 先把这个矿厂不要放在后面 放这边,后面的矿给炖油踩 然后我们这个大炮好了 先不着急放,出一个漏人对吧 准备用漏人抢修一下 然后他没有钱,看到没有 没有钱卖掉了一个巨炮 因为他没钱出矿厂 然后我的漏人不小心被巨炮整死了 但是没关系 我有飞行兵,飞行兵助攻一下 他的大炮就对不赢了,看到没有 对不赢,那么你就完了 你这矿厂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 然后我的飞行兵生了 三星继续慢慢延伸过来 延伸过来 等我第三个大炮出来 他们就守不住了 然后这个小绿打了个字 可以的哟 对吧 你这个炮不行的 你这个炮 然后他说可以的哟 我猜这个人是08 我不是08对吧 我是喜哥 你说喜哥都不行 我们直接过来 把他带走 好,再给大家带来一局小块地 这一局小块地我们是个苏军 然后你看下面的淡蓝色 基地车打开的比较慢 对吧 那么他就是个死人了 我们直接延伸过来 抢他的油田 抢他的基地 直接造两个兵营 结果下面的蓝色 也有这个想法 你看到没有 蓝色也想过来 但是他没我快 我直接甩个地薄 修一下地薄 然后再出一条狗 把他的肉人咬死 我们就把油田一占 我就占了两个 对吧 我先造一条狗 他就抢不到了 然后他抢不到以后 他就很生气 一直在这里造地薄 造地薄 我们就造两个 我两个打他一个 他就打不赢 然后再把他兵营打掉 矿场就放到自己家了 这样我们开局 就有两片矿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突然发现 中阴的粉色重工 怎么就出来了 我的重工才刚刚造 他的重工就出来了 你看到没有 什么情况 他是超级高手 对吧 他没有矿场 可以直接造重工 结果他是个输军 他直接 怎么还能造盟军的防空 你们看到没有 他还能造盟军的防空 当时把我震惊了 对吧 说明这个对手呢 是一个超级高手 然后这个蓝色还想整我 你看中阴的粉色 都直接造防空车了 你还能整我 你分不清楚形式 对吧 然后我们管快造个头 既然你想整我的话 我们直接走到他家 先把他的油田给他偷了 然后压掉狗 对吧 压掉狗偷油田 你看那个粉色在造什么 粉色在造总统 他那个总统直接进了个防空车 看到没有 这个总统车相当相当厉害了 说明这个对手是超级高手 他开作弊了 对吧 别人作弊的 他还唯唯诺诺隐藏一下 这个对手呢 他都正大光明的 你看到没有 我就正大光明的作弊 然后造了总统车 直接把左右邻居全部整死了 你看这怎么玩 这个总统车相当厉害了 他打那个坦克一炮一个 然后你看他又去打蓝色了 对吧 蓝色也守不住 然后我就想过来把他基地车干掉 但是不行了 你看他那个总统车升了三星 打我的坦克一炮一个 你看没了对吧 蓝色受不了了 那么我们也受不了 直接投降 看下他 你看这个粉色是作弊的对吧 这打个游戏 为什么老喜欢作弊的 然后我就打字 我说这个粉色是作弊的 这还怎么玩 然后他把所有人都整死了 所有人都很生气 都在上面说这个粉色对吧 说这个粉色要作弊 然后他还叫嚣 你看 他还叫嚣一下 然后我们就直接退出了 来看下一盘 上一盘没有办法 其实上一盘呢 我开局还不错 占了两个油田 然后这一盘呢 中间的粉色直接投降了 对吧 投降了以后 中间有个白色香泼泼油田 但是占不到 那个紫色他冰淫延伸过去 他比较近 我占不到 我出一条狗看看能不能咬到 咬到他的肉了 但是来不及 他离得太近了 你看直接就把那个油田抢了 对吧 然后呢 我就准备抢淡蓝色的油田 我发现这个小黄也想抢他的油田 看到没有 小黄想抢他的油田就算了 然后这个紫色 你看 这紫色要偷陈黄色 陈黄色睡着了 陈黄色基地车被他偷掉 哦呦 这个紫色现在发财的 他直接开局 拿三个白色油田 他不是拿那个二手油田 对吧 三个白色油田 这下他非常有钱啊 而且他还偷了一个苏军基地 这个苏军基地来拖到蓝色家准备卖掉 这个基地车还可以卖一千五 然后加三个白色油田 这个紫色是不是就发财了呢 然后我一看这个紫色拿了这么多油田 我就不出重工了 我准备先出空军准备去搞他 因为这一盘我们随机到了韩国 想玩一下飞机 结果这个小绿 你看小绿你还想延伸到我家里来打我 这个紫色都 三个白色油田加一个基地车 他非常有钱 你还整我 广怀打地毛 然后他想来偷我对吧 偷我我飞机就炸他 结果我发现他的飞机呢 好像又不偷我了 不偷我去偷这个紫色了 我们飞机就不炸他了 他去偷紫色了 我们广怀过来打紫色 不然紫色等一下发展的太好了 谁都怎么赢 然后广怀飞行命过来打他对吧 我手里掐个地宝啊 掐个地宝放在这里 然后再造一个电线杆 然后这个紫色你看 这个紫色开局 拿了三个白色油田 小绿也打他 蓝色也过去打他了对吧 蓝色也要去打他 我也打他 把你的电场一打 谁叫你开局 拿这么多油田对吧 而且他还要去招了一下这个蓝色 他把基地车拖到蓝色家里 蓝色也激恨他 然后这个小子呢就守不住了 守不住以后呢 现在我们这一盘没有出重攻啊 招的是飞行兵 所以说手里一定要掐个电线杆啊 然后再把他电场一打 这个紫色就没了 然后现在我们比较卡前对吧 电线杆出不来 但是不要慌 我们有飞行兵加飞机 把他电场一打来就不用管他了 这个紫色已经没了 没了以后 小绿开局整我对吧 他有两个油田 两片框 然后飞机炸防弓 电线杆加飞行兵直接打重攻 只要把他重攻打掉 他就出不了防空车了 然后他一看守不住 把基地拖到这边来 拖到这边来 我们广快用飞行兵打电场啊 先打电场 他防空炮出来 他没有电 然后再用飞行兵架飞机 直接打掉兵连 不让他造防空炮 这样这个小绿呢 就守不住了 对吧 我开局 我造的飞行兵加飞机 他也不知道多造一个防空 一个防空怎么守得住 我飞机炸一下 飞行兵配合一下 他就没让人看 现在他在补电场 然后把矿场一打 生了一个三星飞行兵 看到没有 这个三星飞行兵 配合两个一星飞行兵 相当厉害 然后走过来打坦克 把那坦克打掉 他受不了了 直接投降 本来这个飞行兵啊 我经常说打不死 结果他们呢 我是韩国呀 你一个防空守不住 我只要造的飞机 你们最少要造三个防空车 或者一个防空炮 你看那个小黄 小黄也是造了一个防空车 对吧 我飞机一炸 飞机一炸 你就没有防空了 然后飞行兵打掉兵营 完了 打掉兵营 你就造不了防空炮了 造不了防空炮 然后把他油田一打 打掉油田以后 管外冲到他家里去 先打电场 打掉电场以后呢 他造东西比较慢 没有电了 他造防空车都比较慢 然后他又造了个兵营 再把他兵营打掉 不要让他出防空炮 然后他受不了 要往我家里冲 我家里有电线杆啊 然后再走过来 打他的重工 他现在出了个防空 但是来不及了 我这三星飞行兵 看到没有 三个三星飞行兵 这三个三个飞行兵 太无敌了 然后飞机炸防空 他想躲弹 但是躲掉了 躲掉了直接秒他 这三星飞行兵 不怕防空 一个防空根本守不住 然后直接带走 带走了以后 这边还有个小蓝 这个小蓝 好像也只造了一个防空车 你看 这些人面对 这个三星飞行兵 加飞机 最少都要造三个 你造一个怎么守得住 直接冲过来 炸掉防空 原来他手里拿了防空炮 对吧 拿了防空炮 但是防空炮不行 防空炮 他是死的不能动 你造到那里 我就走这里过来 看到没有 直接打掉重工 这个三星飞行兵 打箭头太快了 然后你防空炮 在那里覆盖不到 我就直接打你的油田 死掉了一个 还有一个飞行兵 直接打油田 油田一炸 电厂 矿厂 全部都得爆 你看到没有 爆掉以后 然后飞机过来 炸一下电厂 吸收下防空炮的子弹 飞行兵打电厂 没有电了 防空炮不响 然后这个小男 就守不住了 对吧 直接投降 好 再给大家带来一局 小快递 今天给大家 发的小快递 都比较快 简单粗暴 对吧 然后这一盘 我们随机到了 一个小苏军 你看这一盘 这一盘都是苏军 就是那个蓝色 是盟军 感觉那个蓝色 阳路腐穴 对吧 然后开局 先造个漏人 把油田一炸 那个蓝色 是个小盟军 那个单蓝色 就对他有想法了 看到没有 直接延伸到蓝色家里去 然后我发现紫色 在抢黄色 我们出个漏人 过来肥手掏 他的地宝放到上面去了 你放到上面去了 你的家里没有地宝 就把他基地摸走 摸走了以后 把基地车收动一下 然后再卖掉 卖掉以后 就可以卖出漏人了 卖出漏人 把他的油田一炸 然后这个紫色呢 肯定会记恨我 我把他基地车偷了 我们广化用这个动员 打他的电场 先把他打断电 但是这个紫色呢 还有个兵源 看到没有 他的兵源在小黄家里 他造了好多好多的兵啊 等一下这个兵呢 会记恨我 直接冲到我这边来 所以说广化打兵源 然后那个小黄呢 被他的兵整死了 你看 被他的兵整死了 他的兵要过来了 对吧 他的兵要过来了 我们广化再造个地宝 然后射个路径 先偷一下小红啊 这个兵过来 先放个地宝 支撑一下 然后拐过来 把小红的油田给他抢了 但是他甩了两个地宝 你看甩了两个地宝 好像 好像偷不到了 然后卡住了一下 卡住了一下 估计要把线投降了 然后广化把坦克派过来 压这个兵 你看他的兵 他的兵在打我的油田 对吧 广化压 压这个兵容易升级 然后我就想造一道围墙 造一道围墙 把这个路口给他封住 对吧 但是我一看 他好像没有电场 他就一个兵营 一个兵营造起来比较慢 造起来比较慢 就干脆懒得围了 直接把他兵营打掉 打掉兵营就剩个地宝了 他就没了 然后下面的小红呢 下面的小红啊 刚才被我偷了一下油田 他基地车收动了一下 他刚才那个重工造的一半 我的防空车拐过去 他动了一下基地 导致重工出不来 他就不想玩了 直接逃跑了 逃跑了以后 然后上面还有两家 上面还有两家 我有这么多坦克 直接冲过来 冲过来 你看那个蓝色是个法国 直接造了个大炮 对吧 他造了个大炮 打这个陈猫猫 陈猫猫估计守不住了 他把基地拖到下面来 先不管 先冲进来 把这个巨炮干掉 这个巨炮只有一个 所以说早一点打掉 等他有了两个巨炮 就打不爆了 把他巨炮打掉 再把他兵营打掉 不要让他造地宝 然后我们广外撤回来 坦克没有血 这一盘呢 我随机到那个利比亚 利比亚可以造自爆卡车 我叫磁力棒 对吧 我们就造个自爆卡车 往他家里冲 往他家里冲 他一看我的自爆卡车来了 他就把地宝卖了 你看到没有 他不打我的自爆卡车 怕打爆把自己给炸死了 先把陈猫猫带走啊 压掉漏人生了个三星 但是你不打的话 没有用啊 我也不炸 我可以控制这个自爆卡车 炸他 但是我不炸 你不打我就不炸 对吧 我就停着你家 我又来一个 你打不打 你不打我又停过来 他很慌 看到没有 两个定时炸弹停在他家 都这个自爆卡车都冒烟了 只要一砰 就碎了 然后他还不打 你看到没有 他就不打我的自爆卡车 他把病名造到外面来 造到外面来 我就用坦克打 然后他卖出一个 你看到没有 卖出一个空子部 卖出一个漏人 把那个自爆卡车打爆了 然后直接炸掉基地 他就受不了了 投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